欢迎回到BetterMe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今天在谈所谓的加薪的议题 在前两段的节目里我没有提到 其实加薪的绝对关键就在于公司是否是赚钱的 还有你要自己评估自己是否具备加班加薪的条件 还有呢你是不是充分的了解到老板的立场 自己的职业道德跟职业学习都有顾及 再来你应该要去想想看 你在时间管理方面还有外表上是否有疏忽 这个是属于形象面的问题 再来就是人性面的问题 你有没有常常违背老板的意思啊 还有你是不是有办法做到上你上层的老板 可以在提出你的加薪申请的时候 可以更有力量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上班族在思考加薪的时候 很有逻辑的想法 好另外呢我也还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在接近烤鸡评定的时候 你还可以主动的帮老板多了解你 其实你可以试着将自己一年来的成绩 做一个量化的报告 并附上礼貌且用词谦逊的文字 提供给需要帮你打烤鸡的主管 与老板来斟酌以及参考 聪明的老板自然能体会你的用心 做出该有的判断 而倘若上司对你这些努力都毫无反应 则对你加薪的这回事不是他利益有未断 就是其实在他的心里从来就不曾考虑过为你加薪 所以呢 要有技巧的表达心意 就必须强调六个重点 第一 使自己成为可以被托付责任的对象 第二个 使自己成为可以解决问题 而非制造问题的人 第三 不断增加你的专业能力 第四 具备优秀的时间管理 第五 随时让自己看起来有价值 第六 将工作的成绩做成量化的报告 如果这些都做了 但是最后你还是没有获得加薪 就可能是公司不赚钱 或者是老板太小气 而你如果觉得在这边你也无法再发展 再学习什么了 那么其实你就可以上人力银行网站去找其他的好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加薪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 也许在过去的台湾社会里 其实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是每到年底的时候 公司固定调薪 给全公司多少个percentage的加薪 那不管你的工作表现好还是不好 都雨露均沾 但是毕竟像这样全体一起加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企业老板在加薪 其实会去针对他想要留住的人才 而特别这个人才 他的技术 他的能力是不可取代的 而且往往老板在决定要不要给你这样子的favor 他也会去评估你的人际关系 以及跟他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 所以上班族如果你想要达到加薪的目标 其实你要经过全面性的一个考量 而且调整自己的行为 才有可能去达到加薪的目的 那最后我在节目结束之前 想提醒听众朋友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你的薪水的高低 绝对会跟四件事情有关 这也是我所谓的跟薪水相关的四大象限 好来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取得高薪 你要注意这四大象限 第一象限就是你所从事的产业 其实每个不同的国家 他都有他的热门产业跟非热门产业 前一阵子应该很多听众朋友 听到我们的青大毕业生到澳洲的畜牧业 畜牧业去做劳工的这个故事 那其实在金秋刊的报道里也有讲 这个劳工他就是希望利用一两年的时间 把他的第一桶金赚回来 我今天并不是要在这个节目里去评估这件事情是对是错 我想要讲的就是畜牧业 他今天在澳洲显然就是他比较热门的一个产业 所以如果你在澳洲的畜牧业或者是矿业工作 的确就可以去领到相当不错的一个薪资 而在当地可能是他的当地的劳工不见得有那么意愿去做这类的工作 所以呢对于外国的人来讲 这可能就是一个到他方去取得他们的薪资的一种做法 那在台湾也有台湾的所谓比较高薪的行业 在我们过去的研究里 其实仍然像是科技业像是金融业 像是医疗生技这方面的行业薪水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的薪水会跟该地方的产业相关 所以如果你想要比较高的薪资 你可以去思考你所工作的地点 他里面有什么样的产业是比较夯的 这作为你想要去投入职场取得比较高的薪资的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跟薪水高度相关的就是你的职务内容 其实同样在一个赚钱的公司 我们举鸿海为例好了 我相信他的研发工程师跟他的总机 在薪水上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如果上班族朋友你进入工作职场 你所投入的工作是属于含金量比较高 取代性比较低的核心工作 那你的薪水可能就会比较高 这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 第三个你的薪水会跟你工作的地区别有关 就像不需要多说 像在台北工作 他的平均薪资肯定会是比台中或者是高雄高的 肯定会是比东部高的 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工作 他的薪资也是会有差的 但是请求这朋友别忘了 就是在薪水比较高的地方 往往他的物价水准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薪水比较高物价水准也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上班族不见得可以留下更多的钱 好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第四个在台湾如果你的薪资要高 多多少少还是跟你的学历有关 在目前的研究里 大概大专毕业生的平均薪资会比专科 平均每个月是多个两千块左右 而硕士呢又比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大概多个两千到两千五 博士的平均薪资呢 又会比硕士平均每个月大概多个两千到两千五 当然这个数字来说并不是这么的绝对 它只是一个平均值 但是仔细想想 它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多的 所以扣掉你一直留在工作 留在学校读书的那个时间成本来说 是否你需要去取得更高的学位来赚取更高的薪资 或者是你把这个时间拿来投入职场 在职场里根据经验 或者是跳槽取得更高的薪资 哪一种来的比较有效 这个可能要您自己去评估跟判断 但是的确来讲 就是以这四大象限来说 学历仍然是会让你薪资比较高的一种方式 只是不要忘了 其实在你念书的过程中 前面所投资的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 其实也很很可观的 好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讲到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加薪跟薪水 也希望这样子的资讯 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参考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